快点快点,快点老铁们,又来挖鱼塘的活了 不过今天不是挖鱼塘,今天是匪鱼塘 各位大哥看,这是我今年4月份新建的一个鱼塘 大家再看,堤坝边上关水的痕迹 就这么一个挖在山上的鱼塘 今年这么持续高温,两个都热没下雨的天气 这个鱼塘竟然不漏水 真心搞不懂东家这一波操作到底什么意思 具体它不乱多说,咱也不好多问 首先把挖鸡从山上跳进鱼塘 首要的任务就是放水 反正今天这个堤坝全部要挖掉 所以对鱼挖放水的沟就没有那么多条件 随便找个地方开一个口就OK 注意这里分享一个开沟放水的小经验 我通常都是从堤坝的最外边开始挖 直到整条沟在干土的状态下全部挖好 最后就只留下鱼塘里边一个关水的宝坎 如果鱼塘里边有鱼 那么这个宝坎就一点一点的挖 慢慢的放水 如果鱼塘里边没鱼 那就一下挖到底 直接给鱼塘挂空档 一次性把水排完 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看 因为这个鱼塘特别的像羊 东家小鱼苗放下去的草鱼 才这么四五个月就长到了快两斤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鱼塘匪掉非常可惜的地方 OK各位大哥 钩椅挖完水已放干 接下来就希望大哥一边看一边帮我点个赞 上面的这块地上次是我填的 所以我比较有印象 不要东家交代也要知道给他清理一下 简简单单的搞平 把表面的杂草全部甩到堂底 我发现抓鱼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事情 他没有年龄的吃分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喜欢这个活动 东家抓鱼抓得不亦乐乎 似乎都忘记耽误了旁边几百块一个小时请的挖机 实话说我本可以停在那里 看他抓鱼 反正又不扣时间 但是想一想都是普通老百姓 挣几个钱都不容易 所以还是立马提醒了他 叫他走开 不要耽误我干活 首先我匪掉了整个堤坝 粗里粗糙的把堤坝上所有的土 均堤的甩到了堂底 再凭经验结合整个鱼塘粗糙铺好的高度 在鱼塘的最外边剪出一个差不多的标准 并且把它精细剪平 接下来有了标准的高度 作为参照 就这样一边剪平 一边把多的土往最低的地方赶 一边后退一边剪平的时候 如果感觉前面刹土比较多 那就拆东墙补西墙 千万不要油日 直接在后面借一点土 把前面搞平 一边剪一边后退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缺头的地方集中在一个点 然后随便在哪里取一点土过来 就可以把这个点填平 反过来想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一边剪一边刹土 一边刹土还在一边剪 始终在这样恶性顺帆 不仅耽误时间 瘦度慢还剪不平 后期可能还会腾水 各位大哥有需要请蛙鸡的时候 不妨自己多留一个心眼 看一看你请的蛙鸡是怎么在操作 OK 整个鱼塘全部剪平之后 考虑到糖底田的泥巴干湿不准 很多的地方以后可能下沉积水 所以经过跟东家的沟通 我决定跟他在地里面开一条十字钩 这个时候直线钩已经挖完 整个鱼塘全部毁掉了之后 一口水都没有了 突发奇想 在这边又给他挖了一个非常小的鱼塘 目的就是关一点水 到时候用来灌溉 这即将成为一块地的鱼塘 挖起来的泥巴实在是没有地方去 就给他顺便丢在右边的这个坡上 再把这个小鱼塘四周的边坡抹一抹 刷一刷 糖底顺带给他清理干净就OK了 至于丢在右边坡上的这一点土 我认为花过多的时间去整理 就是在磨羊工 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就简单的扒那几下就OK了 一边后退 一边把挖机压过的痕迹给他剪剪平 大概剪到中间的时候 刚才计划的十字钩 中间的这一条还没有挖 现在也给他简简单单的挖出来 由于糖底填的这些泥巴比较松散 比较湿 想挖出工整的形状非常费时间 想想还是算了 这个鱼塘东家根本就没赚钱 现在匪掉又要花几百块 注意各位大哥仔细看 我现在挖的这一条钩 才是通向外面的排水钩 所以我特意把这条钩挖深了一些 到时候山坎的那条钩 还有中间的这条钩 整块地的水 全部要从这里排走 OK老铁们 卖力做事 用心干活 是五个月大的新鱼塘 就搞完了 各位大哥点个赞 加个关注 支持一下吧